精益企业自上一代创立 原先以汽车零件翻新作为主要业务 历经物资缺乏的年代 而三十多年碎链之后 由二代接手做了经营转型 07年的时候我们有 争取到美国Federal Mogo的订单 它是全美前三大的汽车零件组装厂 也很稳定地在跟我们一起做研发跟生产 2010年的时候我们的客人 帮我介绍了欧洲的第一大客人 那就是TRW 受到国际大厂肯定 因为设备投资相较同业快很多 善用平保优势建立平保目标 对于每个员工都要求 如检验员般的严格把关产品水平 产线产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一致化 那这也就是我们能够获得 不管是欧洲或是美洲各大厂的一个签脉 对于员工获为照顾的好企业 优秀也能在种种奖项中看见 更是中小企业界的楷模 卓经理这样说 我们14年有获得台中市政府班的机油工厂 邓白市的一千大中小企业的一个奖 那个机械的工会那边跟 智慧工厂的办公室的这些单位 他们大力支持之下 我们有跟他们合作办了几场的就是发表会 因为公司非常重视就是我们工作环境的安全 还有员工自身身体的安全 所以我们都会有定期的就是在工作场所一些教育训练 我们的老板也非常关心我们员工的 除了工作上之外 我们个人的一些心理上面的一些就是压力啊 或是负担啊或是担忧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成为敬意的一份子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公司经营始终保持危机就是转机这样的正面 带领员工跨越每个艰难的关 总是感谢有着幸运的机会 也不忘反馈社会 除了附近的学校我们都会有一些就是捐赠 那让海线的孩子能够有比较好的那个教育环境 公司不分种族给予移工与新移民许多机会 产现有一半以上外籍同仁 未来计划也是相当友善 我们目前也在考察马来西亚 未来会在东西设厂 因为政府的西南向政策 以及美中贸易战的因素影响等等 卓经理相信迈向国际 能让静益企业更加茁壮 静益企业秉持着创新开发 永续经营为重置 增进严格福利